哈囉 大家好 我是邰哲 哈囉 我是阿靜 歡迎來到你們幫我取的新節目 大雅評論家 沒錯 我們這次又來到了台北 那我們這次呢 來呢 就是要來尋獲有沒有比上次更糟糕的東西了 前一開始放完那些影片之後呢 蔡萊他就把自己家裡附近第一線的東西都看一看點點 但是沒有像是那個上次那間咖哩 這麼多評論的店了 大部分的評論座落在一到七個 然後都是三星兩星一星 所以呢 我們今天就是要來幫自己的店 平反一下 是不是真的有這麼低心呢 那你們知道嗎 第一個我們選到的又是什麼 咖哩 噢 咖哩一個這麼簡單的東西 為什麼還可以 好 那我們開啟螢幕錄影喔 首先呢 是第一間這個 這間店是一間連鎖店 然後他每一間分店的分數都沒有超過3.5分 太低了吧 沒關係 我們先點點看 這個咖哩能不能超越我上次的咖哩 哇 好貴 那他的咖哩呢 很簡單 就只有 舒肥基台灣咖哩 豚肉小肥牛豬肋排 然後最便宜的160 台灣咖哩飯就是肉燥飯 我覺得看他這個東西 真的是沒有什麼食慾會想要點 沒關係我們看一下他的評論 他有五個評論 2.4分喔 第一個評論是 其實蠻好吃的 但飯太少了吧 三口就沒有了 小朋友都沒吃飽 沒吃過160這麼少的東西 所以他這次評論低 是低在他的東西很少 對然後另外一個說 點菜方式會讓他誤以為說 選擇配菜是選擇便當裡的菜 但其實是另外加菜 肉量加不要加50塊 還好我有加 不然也很難想像一般的量會 OK我們來看看一般的量 到底有多少 你要吃什麼 小朋友啊 那我就點個 蘇菲基好了 健康 那我一個加一個不加 我們來試試看他的飲料 我的天啊 我點這個咖哩加了431塊 接下來呢 下一個我們還想點這個 也是點鎖店 是雞肉飯 因為我知道你對雞肉飯有一個 我愛雞肉飯 無致敬的執著 這間店也跟剛剛的咖哩店一樣 他有很多間店 但是往下就開始 4.3 好像可以可以 再下面2.5 1.5 最近的就是離我們1.5顆星 1.5顆星要點吧 肯定要點的吧 好 點一下 好貴喔 救命喔 這是雞肉飯的價格嗎 台北 好等一下 他這個兩個評論嘛 我們先看 他的評論上寫說 沒有任何評論到給了1.5顆星 這有點太過分了 我們幫我們去看一下 4.1顆星的最多評論 到底為什麼會4.1顆星 他說分量算少 但是我覺得精緻 午餐便當用料都不錯 然後一心是 超鹹 雞湯超小碗 貴棒 就點雞湯了 分量少價格貴 好看來又是反應在份量上好不好 好 那我們點一個雞湯 130 好貴 我私心想點他的滷水拼盤 64塊 可是聽起來蠻划算的 因為他裡面有 甜不辣豆干海帶雞針杏鮑菇 喔 才60 對 還可以 然後點一個 那就點他最 最 哇差 四四大吉雞肉飯 80塊 哇幹我剛剛這樣點你要349欸 欸他有折扣欸 他有折扣70塊 好欸 好各位我們就先點這兩間餐廳 跟上次一樣兩間兩間慢慢採 再點下去有點太多 OK那我們就等餐來 欸外送到了 跟大家看一下今天沒有這個小螢幕 所以我們今天的點餐時間是 2020的4月18號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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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為什麼會這麼生氣 這個是我們點來的 小肥牛咖哩 這樣一擺掉 然後蘇肥雞咖哩 然後有一個比例尺嘛 這是我的手 隻手遮天 OK OK 沒問題 現在呢我們要挑戰他 我們先請菜茶鍋來這裡坐著 他咖哩很少欸 他咖哩 有賣一下吧這不到飯碗欸 你們看 這不是我們拿出來做 這真的只有一半 對我沒有把它倒去碼頭 他就是這樣 然後你拿湯匙撈一下看一下 這個咖哩最過分是什麼 他裡面沒料 沒東西 他連三色的都不加 好像 他還蓋得滿 可是他蓋得滿是不是因為飯 本來就很少 很淺嗎 對 其實不差啦 我不喜歡 蛤為什麼 我覺得還行 他剛剛上面有一層 薑黃的味道很重 但是這間的咖哩呢 跟上一支影片的咖哩比起來 味道好很多 他沒有難吃 但是就是 東西很少 跟他細說一下咖哩的味道 他咖哩是 濃厚的 有點微辣 他上面沒寫 但是真的有點微辣 再來我們就要評估一下他旁邊的配料 蛋碗真的太少了啦 而且他還放在裡面沒有料欸 沒有味道 感覺可以拿去餵內口 水煮吧 完全沒有調料 完全沒有東西 蛋賣我160 那紅茶呢 有 有 我誠摯的希望你們 配菜可以多一點 咖哩裡面可以放一點 我講一句很過分的話 他這碗裡面加三色豆 我可能還可以接受 加菜跟加油也沒有變比較多 他現在變超級貴 不要這樣子 牛肉桿桿 硬要吃 他不然這碗這樣子 你多知道你就可以接受 整體都好 130吧 130差不多是 最高範圍 最高了 就是最高 就是這個價格這樣子吃 太高了 太貴了 因為份量不在評分變得很低 確實 那啊其實我自己給出這道飯的評價是 價格的分數上是 2.5 味道上是真的有到 4.2 4.3 這樣 欸這個其他東西是水煮嗎 他其實是 你是在賣健身餐嗎 這件感覺也是一個 份量少 有點貴的 組合 酒飯 下面我們要盛東西 肉可以蠻多的 還行 這發什麼人氣嗎 尷尬 這80會很生氣吧 來你撈一下雞湯 我覺得他的味道要質疑好 才有辦法對得起 欸你是湯膜 對啊 醬菜 120 不是169 169 那我們先吃小菜好了 怎麼樣 從小菜 東西來 以小菜為主 如果他滷得不錯的話 可以原諒 海帶 還不錯 滷得不錯 但是有點太爛了 讓過頭了 我那個海帶上面 全都是醬的鮮 杏泡谷 我的東西意思 好險 怕我沒講 怕我沒講 好險 我覺得還不錯 就是以一個重口味的人來說 會覺得喔讚 我個人的話應該 如果就是以那個 評價的話 三分 是太鹹 然後價格會直接到一分 太過分 每個東西都兩個 看起來很死人 喔是你的 幹 我點不到它是黏黏的感覺 錯了喔 點不到它不是應該是 嚼勁吧 兩分 下去 好 湯膜 好喝啦 好像沒有169 你形容一下 它帶給你什麼 鹹中帶甜 真的耶 對啊 蠻厲害的 而且又不太油 因為農田就是偏油 我幫你的感覺 用話語講出來 它喝下去 會有一種 雞肉的清香 然後後面會有一個 偽禁式甜味 而且喝雞湯最重要的就是 我們很討厭它會有那個 雞的油味跟油耗會不會上來 可是 幾乎沒有 但這個湯有一個缺點 我的味道是苦的 應該是因為它有用 可能用中藥或是 什麼去煮 所以 它是滿真材實料 滿厲害的 真的滿厲害的 我看一下雞肉 品質上有 價格上沒有 這貴的雞湯過關 但太貴了 接下來是 請吃雞肉飯 很不差 我以為你要有說兩個字 很普通 對我來說 我可能我已經忘記台中的味道了 先論外表 它的這個雞肉飯是上面有一點 淋油蔥的醬 只是一個 純粹道地的 雞胸肉飯 太好吃所以說不錯話 兩個字 大眾計 眾計 湊起來 兩個字 普通都不行耶 就是那種路邊很簡單 很便宜的那種雞肉飯 吃起來的口感 味道是一模一樣 它 比較牛逼的地方就是 它就是用一個禮賣的飯 反而我已經被灌壞了 真的 你真的被灌壞了 因為這個 我跟妳講 我的價錢的話真的 一百塊太貴了 這一碗我覺得 補持差不多 就是這樣 我在家 我的阿姨再見 拜 它只有是脆的為什麼 因為有油蔥在裡面 啊普通 普通 不好吃 不好吃 嘖 耳 真的不好吃辣 哈哈哈 地圖 我也很香 鎚